这辆卡车简直帅爆了,居然在墙上攀爬,警察应声没发现他们,他只能无奈地走了。 刚躲过警察的追捕,又被黑帮发现,卡车驶进一个隧道内,眼看就没路了,男孩挂上爬坡荡,翅膀张开,卡车直接蹦上了垃圾箱,从车里伸出两只触手,轻轻松松爬了上去,追兵感到也是惊呆了。 这种八成八的卡车都是女人梦寐以求的,上天遁地无所不能,百公里耗油,一个加油站,警察还在路上寻找着,黑帮也是紧追不舍。 一个急沙停了下来,小伙打算彻底甩掉他们,于是实施第二个计划。 这就是怪兽卡车,一天前大山还是个废柴,他做梦都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卡车,但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只有一辆没有发动机的车。 这天夜里大山发现仓库外有一响,他拿起棍子出去查看,塑料桶后边好像有东西在动,他用棍子扔了过去。 貌似看到了什么,拼了老命赶紧跑进室内,关上门的同时,一个塑料桶滚了进来,他把门赶紧关延,躲进地下室关上铁门,瑟瑟发抖地躲在墙角,突然一个触手缓缓地伸了进来。 不一会的功夫全部钻了进来,大山急忙推开铁门逃了出去,随后把铁门锁上之后报了警,但打开铁门,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个警长是大山的后爹,他认为这是在捉弄他,并告诉大山,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大山发现地上的石油,确信怪物就是奔着他来的。 大山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骗人,在地上倒满石油吸引怪物,打开电灯静静等待怪物的到来,这个怪物简直太萌了,水汪汪的大眼睛,男人的表情,就像你手机里的第八个表情包一样。 怪物抱起油桶,咕咚咕咚造了起来,大山好奇地上前查看,怪物突然向他嘶吼,吓得大山把手里的机器掉落在地上,机器开始启动,大山试图关闭机器,但开关坏掉了,他不忍心,八爪鱼就这么死掉。 危急关头,大山试图将他从压缩机拽下,由于怪物吃得太饱,无法动弹,大山用劲拔萝卜的劲将其拖出,但怪物并没有表示感谢。 直到看见被压扁的油桶,从压缩机掉落下来,怪物才放松了警惕,放开了大山,怪物还让大山为他喝石油,一来二去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大山将八爪鱼放到车上,把他关了起来,就在这时,一群大汉声称警察过来查看,你们的邻居报了警, 说你这里噪音太大,怪物居然钻进了卡车里,大山假装淡定,示意怪物不要出声,警察正要走的同时,怪物很调皮地想要出来,警察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大山徒手推动8.88吨卡车,声称卡车没电了,去修理一下,这才蒙混过关,像这样的八爪鱼不止一只,原来在一家石油开采公司, 他们在施工时,遇到一个地下水穴,穿过这里才可以获得石油,黑心老板命令手下继续钻,突然一个黑影一闪而过,因为压力上升过快,导致施工场地发生爆炸,蹦出来三只不明生物,其中两只被抓到,老板找到当地的黑帮,让他们去找到另一只,现在的这只就是从那里跑出来的,不巧的是,小美大半夜过来给他补习功课, 就在这时,黑帮听到了怪物的声音走了过去,大山健壮拉上小美就上车,他乱踩了一脚,车子居然发动了,黑帮看见后迅速追赶,车子不听使唤地开进丛林,怪物觉得视线不好,把机器盖子自己打开了,眼看就要撞到树上,还算有惊无险地把小美送到了家,大三把车子改装成怪物喜欢的空间,这个红眼睛的怪兽不是一般人,从来不吃饭, 只喝石油,喝一次就是你一个月的工资,负三代正在炫车声,车内的怪物不乐意了,瞬间弹跳起步,由于汽油里加入添加剂,导致怪物闹肚子要窜息,不管五六七直接横穿马路,甚至 另一边石油公司的科学家,在对怪物做研究,喂他们什么都不吃,科学家小帅抽出五百升的石油,果然怪物喜欢吃,很有礼貌地把针管送了上来,小帅有礼貌地挥手示好,怪物也挥手打招呼, 他急忙找来公司老板,让小怪物展示一下才艺 老板表示,这关我屁事,做好你的工作就可以了,大山这边,开到一片空地稍作休息,一觉醒来,发现卡车不见了,通过手机定位,锁定卡车去向,却在这里发现了另外两只,突然小可爱破门而入,愤怒地嘶吼,同时公司的安保人员也迅速 感到,向怪兽身上射出很多的麻醉针,大山拼命地阻拦,再强的怪兽也经不起这么多的麻醉针,老板把有关怪兽的照片都删了,让小帅送他们走,小帅表示我可以帮助你们,因为他干够了这份肮脏的工作,三人一拍即合,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把车直接开走了,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原来这三只怪物是一家三口,怪物钻进事先改装好的卡车内,他们刚走没多远,老板的手下就追了上来,警察也接到了通知驱车追赶,大山这边,老板手下开枪攻击 辆卡车试图逼停大山,眼看就要撞到前方的巨石 手下看好时机猛的一撞 紧接着手下又是一击,把大山甩出车外,他用左手牢牢抓住车门,险些掉下悬崖,大山奋力向上攀爬,手下趁机还要继续撞向大山,却被赶来的继父成功拦截 手下猛踩油门,直接把继父连同车一起撞下悬崖,与此同时小帅发现了前方的灌车,他们要给巢穴下毒,必须让他停下来 手下这边点起了一道火焰,怪物怕火,大家纷纷都停了下来,前后夹击他们无路可走 就在这时,继父开着玉米收割机前来救援,把卡拉米的小车全部压在脚下,他们必须提前追上贯车 没得选只能抄近路,继父也明白儿子的意图,协助儿子升起后斗,他们一跃而上直冲云霄 由于大山车里的怪兽还是幼年,落地不稳差点翻车,老妈伸出援助之脚,简直就和演电影一样 咕噜掉了捞回来安上,这一路下来简直太刺激了,把小帅都干吐了 大山一个飞跃成功扑翻灌车,他们却发现还有一辆有毒的灌车,正停在洞穴入口 突然手下的车把大山的车撞翻,怪物折腾了几下,车子重新翻转过来 紧接着就和手下的车撞在了一起,怪物一个大嘴,就把风挡玻璃干脆骑了上去 手下趁机加大油门,把大山往深雪里推,怪物也是聪明死死地握住手下的车 一个过肩摔把手下扔飞了出去,正好砸在有毒之上,大山也掉进了洞穴里 好在下边有水源,怪物把大山救了上来,怪物他爹也把卡车推了上去表示感谢 大山高兴地笑了,他们终于安全到家 一时间,水里出现树枝八爪鱼,水面冒起了绿光,简直太美了 怪物不舍地离开,大山也不希望他走,没有办法 在这里他才是最安全的,这里被设立为保护地区 黑心老板也绳之以法,大山也抱得美人归,如果你遇到怪物时,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美女二百斤的小蛮腰,发生诡异的变化,肚子上的肥肉,开始不断地蠕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只见肚子越来越大,苦吃一下 我的天啊,竟然是一只肥嘟嘟的肉宝宝,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 他的小蛮腰再次出现意外,又一只小可爱偷偷地爬了出来 这让他张二和尚摸不着脚趾,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还和主人打起了招呼,安娜彻底猛了圈,而身上的肥肉已经不受控制 马上就要破壳而出,吓得他只喊救命,还没等闺蜜打开门 只见美女巴基一下,瘫倒在地上,无数只小可爱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等闺蜜赶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顿时受惊了 窗户上的小可爱,对他挥一挥手,接着搜一下就跳了下去 画面一转,安娜瘦身成功,当他被架在相框里,退出来的那一刻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原来三百斤的安娜,现在瘦成了一道凉皮 除了樱桃小嘴,和卡之兰大眼睛意外,全身都是毛细血管 由于脸皮太薄,每隔一分钟就要喷水,不然就会甘烈而亡 女孩走近一看,此时安娜的身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简直太哇塞了,外星人很快得到消息,全都慕名而来 大脸享受成瓜子脸,它们有来自蛤蟆星球的,来自情侣星球的 还有来自神雕星球的,甚至是快乐星球 为了获得减肥方法,它们还带来了珍贵的礼物 穆星公主送来了,最为珍贵的树苗 绿星球国王,为了享受成蓝精灵,送出了最稀有的口气 看到收了不少礼物,安娜感动得直落泪,终于说出了报受的秘密 原来她是吃了一种减肥药 而安娜是第一个实验对象,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种减肥药不是用来减肥,而是女人要用脂肪来占领整个地球 与此同时,所有吃过这个减肥药的人,全都发生了变异 一只脂肪宝宝钻了出来,别看她呆萌可爱 一旦脱离宿主,就跟成了精一样 搜得跑到了街上,司机来不及手杀 直接就压碎了好几只,可这怪物实在是太多了 仅过了3.1415秒,怪物就挤满了街道 占领了整个城市 然而诡异的是,它们并没有伤害人类 而是一蹦三跳的,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 这一幕把人们吓得愣在了原地,只见脂肪宝宝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天空中出现一艘飞船,随着飞船越来越近 肥肉宝宝跟她打起招呼,一个亿的宝宝全都聚集在一起 在女人的指挥下,飞船发射出耀眼的绿光 下一秒,脂肪宝宝全都腾空而起 临走前还不忘跟主人道别 他们坐上飞船,永远地离开了这里 如果有这么神奇的减肥药,能让你受成一道闪电 你愿意尝试吗?